你就听着就行了 我把话筒放在旁边 不必不必 听从安排 我让大家就是不要忘了你 好 客户约我能call一下吗 来吧 包子 客户约我们call一下 如果我们锁了 没事 能给我一个文字版的内容吗 就是说我们促销的 因为促销这个点是已经定了 你们能不能听话呀 因为老板真的很着急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给我的东西 我们约一下马总的时间吧 然后就是我们内部也尽快讨论一下这个事情 过一下 然后有些消息的话随时跟我讲就好了 好的 我觉得昨天我们也许理解错了 没有的我昨天不是跟他特别确认过 就什么都没变呀 现在我现在call phase 这是他自己可能形成了一个潜意的 但是他没给我传达准确 我觉得不会变的到这个点还变 那这个人就不要做了 客户问我们时间了 就是说不管怎么样 还有今天一定要先发给他 然后我们跟他说 我们现在内部会过于来 然后等他 对 不发 别管他 好 下一位刘全 首先来brief recap 这个品牌呢缺少用户心智 没有品牌度 且他还会被抄袭 说明这个产品力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所以我们觉得品牌的机会点 是要跟我们BBDO合作 那首先解决营销问题 最开始的一个问题就是了解品牌 创始人偶然看到了水花落在大象身上的样子 所以创造了冰箱品牌 这是一个多么拥有浪漫理想主义的人 给大家看一张图 大家看到的就是一个喝水的鸡 不 在我们的创始人眼里 他可以创造一个品牌叫做饮水鸡 这就是我们一个拥有浪漫主义创神 才是我们品牌最大的资产 所以我们的解题思路是 依靠品牌资产去创造社交话题 每一个人一生都有四季 而对于一个大象来说 他一生可能只有一个夏天 落在你身上的是雪花 落在他身上的可能就是一个情话 零度对我们来说是个冰点 而零度对他来说是一个绝无极有的体验 和冰相一起为每一个大象下一场雪 他们也值得跟我们一样看到人生最完美的瞬间 以上是我对整个提案的分享 谢谢大家 上班第一天挨个谈话 先谈不足 这种方式你们怎么看 可接受吗 可以接受 如果你的领导这样来给你谈你是希望的 对 因为其实我上学的时候 我学表演的时候 我们老师给我们排练作业的时候就会说 就他们他会非常快速地指出我们的问题 而且就是说 说一句大白话就是说 你们就算丢脸也要丢在自己班里面 不要去外面丢脸 在自己班上是丢自己的脸 出去是丢老师的脸 就早一点知道问题在哪吗 我想问问我们老板们 这里其实也坐着几位老板出身的朋友 你们会是第一天就是找到员工 然后非常正式地给他指出这样的压力吗 我们公司不算是很大型的 一般我们都不会太挑剔一些所谓的小问题 这个相当于抽烟与不抽烟的同事 我觉得你不在公司里面抽 你在外面那个是个人自由 对吧 反正不影响工作 我觉得就好 因为我觉得做广告这个代理 最重要是你的作品 最后做出来的事情 拿作品说话 没错 对 OK 你的问题是 最不能忍受的职场大忌是什么 我好想看一下莫老师写的是什么 自我否定 虽然我有两个含义 比方说 一般员工来面试的时候 都会说的 自己多棒 给你看我做过多好的东西 但是当他要招功课的时候 丢一下ID出来 但是没办法丢的时候 我觉得是第一个自我否定 人形不一 对 所以就我不希望有这种否定的 的心态之内 这样老板很好 他逼出你的潜力 你管你有没有先拿出东西来 拿着拿着拿着 发现就进步了 另外一个就是 甲方说了一些批评的话 或者有点意见 承接客户的势头 你要就是否定这个团队付出的所有价值 说哎 我也是这样想 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做 那这是最痛恨的 明白明白 你们如果在工作团队上碰到像Julie这样的一个队友的话是一种什么感觉 有碰到过吗 比如说之前剧组里 对演员来说 我们遇到过很多改戏的 然后第二天到现场把台词全部改掉 但他都不想你该怎么办 你要知道一个戏出来的好 不是你一个人好 对 你好 你的对手好 这场戏才好看 一个戏好就是一个整体 一个团队整体好 所有演员都好 这个戏才棒 这个我特别赞同 这是传说中的戏霸吗 有很多这样的演员 但我遇到的那个他还不是说直接讲他改了 直接演了 他是直接演了 然后就我们在走戏的时候 他按照他自己的想法演 然后其实导演也觉得有不对跟他沟通 就是他表面上都说好的好的好的 然后他全景中景按导演的方式演 但是拍他特写的时候他完全换一种情绪 那怎么剪啊 后期剪了之后就会觉得其他人很奇怪 因为我们的反应是互相搭起来的嘛 这到底是不专业还是坏啊 这个就是不专业 他肯定也想自己很好 但是他并不知道这样的方式是物极必凡的 对的对的 我的理解是 就是有的工作确实凭你一个人单打读都可以 比如讲脱口秀对吧 对 你想讲什么样讲什么样 包括变论完全自我发挥 但是表演这个东西 它一定是个集体工作的结果 对 在集体工作中你只考虑个人 必然导致整个事情变得不好 是的 他端着脸看你 他端着脸看你 你快点吧 你还在这玩 快点 你别默契 我跟你说我没有办法看到人都写东西 对 那你这次我们消失 别想别想 你们呆着吧 他们今天没来 是那边吗 他们在那里 我的对角线 你快点 哎呀干嘛了 怎么比我还急 快点搞 搞完就跟你聊天去吧 对啊 好的 那我发了 你的动力真的很 你要跟我说你聊天 其实我跟你说 就来劲了 邪 真讨厌 你有多少电 就感觉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电量 你把那页写完再跟我们俩踏实聊天 然后接下来呢 就 move